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敌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泰玛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网步》 好 好,今次我们讲一讲一个凄惨的故事 哦,就是《圣诞中伏记》 原来百明汉有一个很出名的Bianoga 之前我都讲过他 教别人买楼的 什么都很省,十多万磅钱 十八万磅钱就买到好楼了 经常说这个不要紧 我百明汉不是很赌,但是 我知道他做了一件很惨的事 本来是想买一� only 跟事曝彈不同的地方偷装 就 Final reason 结果并跑了 这个英伦的Bianoga 宝鈴缨华盈买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如果买车还是最糟的 最忌激的 一個就是曾經報廢的車 一個就是水浸車 這個阿姐 就說救命呀 聖誕節的夢想沒有了 究竟什麼事呢 原來她經過autotrader 即是叫做汽車中介 在白榮漢 的一個什麼什麼centre 即是這些 賣車的中介 就買了一部水浸車 結果我當然跟她理論 她們死都不肯退錢 居然說 貨物出門 樹不退換 真的警告大家 要小心這些無良車行 另外 我醒來問大家怎樣追討 我覺得她們真是太壞了 初初以為她們白人肯定是好人 想不到 原來是這樣的 不想被她們那麼容易騙 走了錢 其實她已經說了 我們經常說的 你以為人家白人就不騙你了 這個就是按摩 亦有人說 你不要亂說 英國人很紳士 你怎知道汽車是浸過水 亦有人說 我猜她是升高駕車看車盤 結果不是 結果她就說 拿士啤胎的位是有水的 說明了 對呀 對呀 說明書全部是濕透的 車內是有水的 這個中介也做得很不乾淨 對呀 其實是可以的 還有說明書全部是濕透的 車內是有水的 真是很膩 中介騙你 沒有做足功夫 這是其中一個點 那你驗車的時候沒有看的嗎 濕透的 沒理由不知道吧 因為你覺得她是白人 你上車一看 看上去就馬上會知道 這是很低的 車內生售 她說明車內生售 你怎樣也看得很醜汁吧 對呀 另外 另外 她也說 車底盤生售 很多電子東西壞 那你也買 還有 喇叭會突然 突然煞煞煞聲 好像看鬼片一樣 頂他 找車房的人看過 這個是 Water Damage 沒辦法 也有人說 喂 你為什麼 不檢查 你看到感染貨還買 亦有人說 他也不想的 女人仔 他終於回答 就說 我最初以為 本地人 都是比我們 華人老實一點 結果就不是 你也要檢查的 大哥 有人說 你這部車究竟是多少錢 3,800磅 有人說 難怪這麼便宜 便宜 你賣的時候也要檢查 不要說你便宜 大哥 亦有人說 這間店 Only sell cheap 車 撐他 車字沒理由 不會回答 車字是寫中文 其他要用那些港里英文寫下去 之後 他就說 How did you know the car 水閘 因為那些英文不懂得寫 他就說 這個車主就說 我經網上買的 問過他車有沒有任何問題 有沒有東西要做 他說他的車沒問題 是經理由 而且 我覺得 經理由 挺英俊的 好像奇諾 利維斯 頂你呀 沒有壞形 你賣車 不是很英俊 阿姐 真是吃糟糕 所以就買了 之後 中伏 他說有沒有驗車 他有沒有試駕 不過是中介幫他試駕 哎呀你瘋狂的 怎可以自己不試駕 如果你一試 你一試就知道 有什麼生手 有什麼龍妖 是的 而且試駕不是應該自己試駕嗎 我們一次聽到叫人試駕 那都行 你信得過你家人 叫他駕駕 但他在中介買車給你 最搞笑 他就說 車行叫我 入了全數給他們 即是 全部三千八百磅 入了給他們 那麼 問 他是什麼呢 他就說 原來有得送貨 問他什麼時候送貨呢 都沒有說的 但是 他就說一定會送貨 過了幾天 晚上突然之間 打了電話來 你這麼瘋狂的 你入了三千八百磅 三千八百磅 不是萬 三千八百磅 給他 之後他 他跟你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送貨 如果他不送貨 你就糟糕了 你這麼信得過 你看到白人就反應了 你們這些傻子 有人問我們是否老作 不是老作 你自己可以看各界的 有很多搞笑的東西 真的有很多搞笑的東西 他就突然之間送貨車來 而且 他很聰明 很搞笑的 晚上十點鐘送貨車 那時候就很欺負 我什麼都看不到 之後 他亦都在我面前 駕了幾次 是歌中介幫他駕了幾次 你聽著 試駕是叫人家試駕 他就說當時想想 我自己新牌子 晚上開車 就算了 給他駕駕過應該可以吧 第二天 才看到駕駛有很多問題 想駕出去 試一試 但是 嘩 手煞都鬆了 哈哈哈 簡單點說是脫頭脫骨 是啊 所以 一直拍在這裏 不敢駕駛 我就問了 這個 Citizen Advice 他就說 我可以在14日內 無理退貨的 但是 他們 屁股都不肯退 而且他們收了 full pay 即是全部三千八百磅 收完了 亦都說 你當時簽個約下面寫著 貨物 出門書不 退換 而且你 說是可以 所以他們不肯退 亦不肯收回駕駛 說要 他 拿 駕駛做一個 full report 證明駕駛有問題才可以看一看怎麼辦 但是 他就說明駕駛 是有很多問題的 應該可以退 所以 你有 full report 應該走不掉 會退回給你的 你現在口說就難一點了 他就未去做的 因為 不知怎樣砸 你可能要拖車 說真的 你可能要拖車 補車 他就說我覺得做了 report 他們 都會灑賴的 不會退的 他就說 堅持下去 你一定得到退款 英國是法治國家 你以為是強國 又說這些 也有人說 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好人一生平安 經常都說好人一生平安 你們不是好人嗎 我覺得經常強調那些人 不一定是好人 亦有人說我想知道多一點 我都買了一輛車 最搞笑的 什麼 他說我都買了一輛車 也是damage car 他是 水浸車還是炒過車 曾經發生過 嚴重車禍的 問他就沒回答 我可否太醜 這個好笑 他就說我會堅持的 不可以讓別人覺得我們香港人很欺負 之後 我 就會教你怎麼做 教別人 失敗者聯盟 那 3,800磅就是這樣想欺負 亦有人說 哎呀我都買了一輛前七 美商入水 你沒有check的嗎 你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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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回來 收車的時候 看一看 這些是很明顯的 未商入水 久不久 會自製一些screen wash 我真是瘋了 然後呢 哎呀 所以後來自己要崩走 水渠 發洞危險 突然之間駕駛車 幫你自己洗 剛才我問的問題 我可以收回了 這輛應該是水泡車之一 那你也買了 這輛車多少錢 2000磅 哦 OK 那輛車 水箱是 尾箱入水的人 他就說 哎呀 我也檢查過的 沒可能不知道尾箱 你一打開就看到有沒有水 不過他就說 沒有壽式的 有壽式的可能浸了很久 這輛車 買了 虎主 不是 尾箱入水的 真真正正正的虎主 哎呀 我這輛車 那本說明書全都濕了 是茶色的 最初以為真是倒了些茶 原來 是因為 事卑泰都生了 你真是瘋了 你真是瘋了 事卑泰做了一堆水 這些對於我們來說 是 common sense 更加有人說 快點分享去 港人的 汽車討論 叫客人幫你 幫什麼 應該笑多個幫 是的 你現在可以做的就是 拿去驗車 拿回報告 盡快 亦有人說 香港人經常覺得 西人好講誠信 在香港 買車 一粒 石仔 花了 都用放大鏡來看 在外國 看都不看直接付錢 你真是麻煩了 這是個教訓 當然他說了這句話之後 就被人踢了出裙 看到他已經沒有東西了 他說事實了 事實是難聽的 事實是難聽的 是難接受的 亦有人說 這個D 真的很壞 快點告他 原來 有些人說 百明漢買車 真的要小心 百明漢去 幾個二手車D 但是每間都好像墳墳 他意思是汽車墳墳 劏車那些 不是 每間都好像 很差的那些車 好像墳墳 OK 亦有人說 百明漢 出名賣爛車 還是天氣問題 他說不知道 我去其他城市買二手車 都是正正常的 那是你去的那些差而已 坦白說 你自己也要小心 沒錯 亦有人說 你不要跟 某個 南亞國家的人買 大家明白我嗎? 明白 明白 你不要說是歧視 因為他們說得不好聽 亦都不可以跟 信某個宗教 那些地方的人買 也挺歧視 是的 亦有人說 有一隻水魚鱼隔山賣牛 他又不算隔山賣牛 坦白說 他是不厭 他有看過這架車 不過看不清楚 不過沒有看清楚 你有看和沒有看 沒有什麼差別 老實說 英國賣車行 十個有九個都信不過 快點去 消委會或者叫律師 寫一封律師信給他 說他貨不對版 有人分享了一個網站 那個市主就說 是否即是 Trading Standard 即是買賣的標準 我去過律師問 接代那個 就給了一個電話和名字給我 不知道是否律師 但是一直沒有人聽過電話 說句老實說 3800磅一部車 你打官司 你給多少錢 可能那個 中介 那個白人中介 都是看準這個位置 三千幾百磅 你給我打官司 我便吃你 吃硬你 是的 亦有人說 哎 那就是什麼 去你的Local Council 拿一個 Trading Standard 即是一個組織 Trading Standard 的電話 他們就會指引你 或者是Citizens Advice 這個也是那些 如果你有什麼 吃了虧也可以找他們的 這個就是英國的東西 所以Trading Standard 這個組織 如果中文我剛才說的 是 叫做 買賣標準 這個組織 他的名字是Trading Standard 記住 亦有人說 目前你可以 寫封email 或者寫封信 給車行 告訴他們 你下一步 會聯繫 這個 消委會 以及保留你 法律追究的權利 那就是 你 教你了 你就說你會打電話 去Local Council 或者其他 這樣 你會說我明白了 來吧 這樣說來什麼 可以打電話 好 好 那麼 亦有人說 我部 在 Local Council 買的 100年的 巴幣 二手保馬 可以七天內 不問原因退貨 還 入定 半缸油給你 7天內 我部車都入滿了 不過我部車當然不是二手 亦有人說 在 Local 當地人的 small dealer 就是那些小的 汽車中介經常發生 所以真的要小心 以及太平的車不值得買 有人問你買什麼車 那個市主就說 同路人你買什麼車 他就說我是Ford 即是Ford Focus 12萬多 MH 即是12萬多 英里 大概 多少錢呢 就是3700磅 差不多 差8磅 運費是199磅 但是 剛才那個市主 浸水車的 是免費運用的 3800磅 可能已經算了 你錢也不頂 他覺得有賺 亦有人說 買車錢 試一下車很正常 買雙鞋 你也會試一下吧 是正常的 外亞車不正常 烏登黑房 怎麼敢試啊 又見他是當地人 應該不會騙我吧 不是 你應該叫他 日光日白的時候 拿過來 不是 喝得他 什麼時候拿過來 你也會收的 對 其實他 烏登黑房 更加要試一下 你什麼事 他就說 以堪敢了 亦有人說 其實我之前 都想試一下 心想 英國人 都始終是老老實實的 是白人 不過最後還是沒有市 沒有市的意思是什麼 原來 他是 未來英國 當然是想隔山買牛 這麼快買一部車 這麼快 隔山買東西 只能跟你說保重 是的 亦有人說 我相信有一些好的商店 會不會 英國人其實有資料 看哪間商店是信得的 我們 不知道 疑 就是說 可能白人就知道 找到地方可以看到 我們就不懂 你自己找吧 亦有人說 只是想跟你說一句 香港人加油 我是你一定會 追到天涯海角 我覺得看看你什麼成本 這個也對 亦有人說 我都買了一部 零智 但是知道多少錢 不知道 4000磅 4000磅 查清楚 老友 零智4000磅這麼便宜 我在洗車行買的 不過 他們包半年 N轉和波箱保養 隨便用到就算 可能半年後就不能動 我見過很多朋友的例子 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 車行很適合 可以算得這麼準確 一過了那個期間 是真的 你有沒有發覺 你的朋友買二手車試過 買回來真的很漂亮 他一過了三個月 我論天之後 就真的不行 真的被你吹著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真是很厲害 是啊 亦有人說 因為零智 當然和Toyota 是同一間總公司 行一百萬公里都行 所以二手車只考慮Toyota 有人說 豐田死波箱 漏油和死Hybrid 都不少 你只能夠查清楚 你要查清楚 你要查清楚 我只能夠說 沒錯 沒錯 那個市主又說 哎呀 我也打算隨便用 所以買一部便宜 你隨便買 隨便用到就不知道 可能真的買回來 很快就跪下 沒錯 他就說 真的打算用兩三天 你兩三天都用不了 大姐 你兩三天都用不了 亦有人說 全世界 賣車的都有好人有壞人 不要以為別人特別高尚 都是需要自己做足功課 認真 檢查好車 即檢查好車 你連 看都沒有看就買 不騙你 騙誰 沒事就是運氣 有事就是道理 對呀 真是道理 不騙你騙誰 不騙你 這次當是買個教訓 希望你下次就小心點 亦有人說 所以就說 買車一定要去正規的Deadership那裏買 正規的 汽車中介公司 不要亂買 當然 現在看到 都是 幾大鑊下 幾大鑊下 他的 他又不是私人 你說私人賣出來的車 都是 都是有些嫁忌 但是他是Trade Center 也是一間中介 不過他們說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百明漢的 車都是這樣 我認真地看了他講的 中介公司 居然是五顆星 這個Google的評分是五顆星 哦 居然是這樣 還是這些評分是買回來的 那就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了 我真的去過他的 Trade Center 一模一樣的 就是百明漢 上面還寫 Quality Used Car 每個人都是這樣寫的 不是 難道 賣車呀 水浸車 難道寫明給你嗎 大哥 有些人說 中介公司 看上去都是事事正正的 都是事事正正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 是否因為你的東西太差 反正你又不會打官司 是否會打官司 是吧 也是那句 小心點 小心點 我看回他的那些 唯有些 看上去而已 完全是看上去 好像不差 在百明漢 在這個 在West Midlands 也不太差 那麼會不會 說真的 他有心騙你的話 他的版本挺漂亮的 真的有很多便宜車 大馬Sir 很多是 三千多磅 四千磅 五千多磅 一般來說是五千多磅的多 但是他那部車 是 低於這家賣車的水平 我知那個價錢 你自己想想 為什麼 會這麼差勁 要檢查清楚 不然自己拿你飯 是的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